大家好,今天又來和大家聊一點自己的一些想法。 集體地說就是,今天來談一談,有個姓馬爸爸, 我在他前不仁舌坍塌的前兩年,就一直在我們有一個圍棋論壇上, 彷彿地說他,第一說的就是他這個支付手段,就是大管家太難度了, 然後他不應該在這個總錢貨幣上來掛這些貨幣,不能引起這種掛這個貨幣, 他在裡面的紅利太多了,分的太多了。 第二個,就是對他的這種數據壟斷,也提到很多的一些建議。 我一直還是好幾年呢,在上邊說他。 那麼,今天我也想聊一下他。 我細緻地聽了他,聽了他的一個在論壇上的講話。 我反反反覆覆覆看了幾十遍呢。 那麼,我感覺到馬銀實質上,他也是和我們一樣。 他也在訴求著一些他自己的東西。 那麼,最起碼一點來說,他高效地印作的一個公司, 很成功地印作的一個公司。 他所處在的一個層面,很多層面可能就要比我們一般人所了解的更多。 但是,感覺到實質上,他也是屬於我們這個群體裡面的頂層。 那麼,這個話就講到這就打住了。 那麼,我們又從另外的一個角度來說,一件事情。 實質上,當以前曾國藩人的時候,我也看了他的很多書。 然後還有把李鴻章奉為愛國英雄,奉為一種人物來談的時候。 那麼,具體的時候,實質上當時沒有反應。 實質上,現在回過頭來看的時候, 起來,這種文化起來的核心一個文化就標誌著一種,實質上一種產物。 那麼這個產物是什麼呢? 就是宦官文化。 一個官僚體制的文化,就這樣,憑空而起。 那麼,可能有很多小說類的, 什麼官場文化等等的一系列的這種文化。 這方面的小說我沒有看過。 因為,可能是我知識方面的一個鐵線吧。 我從來不看這些書。 但是,實質上,你要在現實生存,可能很多東西, 這種現實的東西,你可能是善失了很多的。 那麼,當這種一種宦官文化興起的時候, 整體的這種官場文化興起的時候, 那麼就存在著一個官僚體系的問題。 那麼,之所以今天提起馬銀來的時候, 我就想說這件事情。 就是說,你資本的一個力量, 現在鋪天蓋地的對資本的等等的一系列的, 這種, 啊, 資本的這種, 一種, 集體的這種說法。 那同時, 你也要注意, 還有一個文化就是, 這種, 幻觀文化。 這種幻觀文化幾千年的根基。 不可能說不強大。 有時間, 我下棋的時候, 都從那種日本的本本派, 就是所謂的球道派。 他們的那種, 騎四平八穩的。 啊, 你粗看起來好像感覺沒有什麼。 你細細地去和他結戰的時候, 你就能夠感覺到, 這種保守的這種整體的體系, 他的力量也是非常非常強大的。 那麼, 就是說, 在這個兩種體系裡面, 在這個兩種體系列。 那種體系列。 用了些安蕭文化, 就是足以智 immer和我明淋和實力的體系列。 都是立體系列。 那就單瓶了公開, 就請教他們的那種天下吧。 我們要做好冠軍宴。 你也要做好冠軍宴的, 在這個短軍宴的内容, 你也要做好冠軍宴。 那些20日, 好冠軍宴, 我沒有做好冠軍宴。 你也要做好冠軍宴。 那些 almighty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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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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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深刻了以后, 具体地看一下这个东西。 那么我不知道有很多很多像自然, 就是说你点进去以后, 可以看到很多论文的这些高质量的网站, 因为自己的文化水平也不高,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片面地看这些, 你像一个在西瓜视频上的一个几分钟的一个视频, 一点视频的立项系统的看一些东西就很难, 那么我就希望着有那么一个, 今后能够认识到这样的一个平台, 能够细心地静静地去看一下, 不要像这样走马关花的这种点进去点进去的, 还有很多杂音在里面, 感觉到很累, 那么说到这儿就在西瓜视频里面, 就感觉到很多很多这些老师, 还有记不得名字的这些老师, 他们这些东西做的还是我感觉到很好的。 还有一个叫做一个王小东的一个学者吧, 他的东西我也比较喜欢, 他今天也讲到就是说, 由资本控制媒体的这种什么, 征求意见的时候, 因为他自己说他就是个资深, 就在这个媒体里面从事工作很多年很多年的人, 他的说的话那种口信度是应该很高的, 就是现在来到西瓜视频最好的一个就是能够大量的, 从国方面的能够见到这些货真价实的这些不同的声音, 感觉到非常的好, 那么同时我也就提醒自己了, 因为我自己的视频吧, 我也感觉到和可能他们这些制作的水平有很大的差距, 所以今后我自己制作视频呢, 我也就不能制作, 冲六只套了, 那我们的说法, 我的手只只有六个, 只有五个不能再冲一个了, 就是不能玩婆卖瓜了, 还是用心的把自己的瓜这么好了, 把大量的时间用来看看好的这些作品, 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, 然后自己能够细心的看看自己的专业, 把专修能够做好做好, 然后具体的事情, 想想我要想做的那个急杀成爬的那种事情, 虽然还有二三十年的时间, 但是也要用心做了, 那么今天本来有一个刘欢唱的一个国际锅很好的, 然后我犯的时候就像这样, 断断细细的,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 就是你心里面想着的东西, 它实质上一转换一操作, 在数据上它就搞得让人就是那么不舒服, 那么作为结尾, 我今天想讲的这个就是说, 在这种国际锅的人心的时候, 在这种一种很好的一种氛围和环境的基础上, 在这种文化达到的一定无知基础, 或者自罚的, 大家自罚的这种对整个民族复兴的这种热情底下, 如果还是, 就是说一种封建的一种宦官体系, 它依然, 没有, 就是说, 就是没说, 就是说, 环境非常的好, 如果能够很好的去用这种很好的一个环境, 把一些很好的一些事情, 把一些很好的体系把它理顺, 那么就非常好了, 如果这种条件下都不能把这种非常好的体系理顺, 虽然非常艰难, 非常艰难, 非常艰难, 但是如果要理的话, 就很好地理一下, 同时也感觉到很多东西自己不懂得很多很多, 真是很多很多, 就像这样和大家, 俗改, 谢谢了, 再见, 再见,